来那个欢迎那个惠文老师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那个啊非常荣幸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啊AIGC图片文字相关的研究 然后我是真格基金的林惠文 然后右下角是我的一些联系方式 然后也非常感谢公司支持这个 这次的分享 也非常荣幸能跟海外独角兽一起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然后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 大概包括这么四个部分 就是图片 以Dali2为例 然后文字 GPT带来的 AI的训练上的变化 以及创新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总结一下 AI的一些发展趋势 以及我们的投资建议 我们先来看AIGC图片 最近特别火的 就是Mate Journey 对吧 大家在体验Mate Journey的时候 它返回的效果 图片生成的图片 非常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真实 效果非常的好 那体验的方法 我想必有一些人还没有接触过 这个Mate Journey 大家可以在Discord的社群里 下载Discord软件 然后点开这个链接 然后进去以后 进入几个特定的群组 打这个斜杠想象 对吧 提示词 然后输入你想要 深层的图片的文本的描述 当然这会儿只支持英文 然后这个输入以后 才会给你返回精美的 这个AI生成的图片 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 然后这个是Mate Journey 产生的一些案例 然后下面的文字部分 是我们用的提示词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片 其实跟真人的画师创作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 这个逼真程度 然后这些都是他生成的一些案例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 解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到底是如何做到 所以大家可能上网搜了很多什么 How Made Journey Works 对吧 How Dali2 Works 但是他里面太多的文章 有太多的数学公式 以至于大家望而却步 这个搞不清楚 他到底怎么实现呢 那今天我们我的目标 就是希望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发生的 以及他发生的一些历史过程 他到底怎么做到 那他未来 他现在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他为 以及他未来会走向何处 那这个是我在 这个Made Journey里 产生的一个真实的图片 我输入的文本描述 是一个戴着圣诞帽的窝椅机器人 对吧 然后很快他给我返回了一张 戴着圣诞帽的窝椅机器人 我很满意 那我们来直观的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背后做了几件事情 那背后首先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人类懂的文本文字 转换成计算机懂的文字 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编码器 对吧 这个编码器把这个人类语言 转换成一个计算机语言 再把计算机的语言 转换成一种视觉的描述 对吧 这个视觉描述还是计算机懂的 因为计算机根本不懂人类的图片 不懂人类的文字 人类文字和图片都只是计算机这一种 自己理解的东西的一种表达 那他有一个这个视觉描述以后 他干的第二件事 就是把一个视觉描述 生成一个人类可以看懂的图片 那我们以Dali2为例 就OpenAI的Dali2为例 这个他背后最重要的三个模型 其实就是Clip模型 Prior模型和Glide扩散模型 那这三个模型带来了整个 这个AIGC图像的一个核心 那Clip模型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把文本和视觉图像联系起来 然后Prior模型做的 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描述映射到视觉描述上 就是计算机懂的一个视觉描述 Glide扩散模型 就是把计算机产生的视觉描述 生成人类能懂的图像 那我们今天就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拆解这三个模型 让大家快速的知道 这个神奇的现象背后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三个模型的关系 这三个模型 Clip模型是Prior模型和Glide模型的底座 也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叫底座呢 就是不论任何人 包括计算机 首先得理解文字和图片之间的关系 它才能开始尝试作画 对吧 那Prior模型做的事情就是 当人类输入一段文本 它在脑海里开始构图 Glide扩散模型做的事情 抽象来说就是它把脑海中的构图 画成人类能懂的这个图像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Clip模型 也就这部分啊 这部分 Clip模型的英文全称 就是Contrastive Language Image Pre-Training 然后通俗的理解就是 很像是真实生活中教小孩认识物体 那这个Clip模型我们说了 是把建立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连接 对吧 那过去我们所有的AI算法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过去教小孩很像是 你同时拿一万张分门别类的照片 对吧 然后让小孩去识别这些 不同类别的照片的差异化特征 那这个就像是 你同时把飞机和鸟和猫等等照片 这个摆在小孩面前 让小孩去识别他们之间的差异化 对吧 就说如果有轮子 那它一定不是小猫 对吧 如果有翅膀 它有可能是飞机或者鸟类 不会是汽车 不会是牛 对吧 那其实过去的教小孩算法识别物体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框架 那它引发的最大的缺点 其实就是无法标注世间万物 大家现在已经 其实比较少听说到 说一个公司要花很多钱 再去做标注这件事情了 因为算法已经有了很新的一些方法论 那过去算法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它只能分类有限的集合 那最终人力标注的成本 会成为它学习不同种类的物体的上限 那今天这个Clip模型的思路 其实很像是真实世界中教小孩 因为我回想我从来没有说 我拿上100张或者10张鸭子的照片 让小孩去观察 说我说我同时摆在他面前 一张一张的过对吧 说这是鸭子 这是鸭子 再拿上10张汽车的照片 说这是汽车 这是汽车 你要观察他们俩之间的差异化 对吧 而是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就跟他说 跟他描述 我说这是天上 这个是一架蓝色的飞机 然后这个是一个会游泳的鸭子 然后一只飞翔的小鸟 那其实这种方式更接近于人类 教小孩去学一个东西的思路 那其实也就是说 只要有充足的算力 我们就能用Clip的一种模型 让这个算法学会世间的万物 同时它会有更丰富的描述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当我们不断的用一些形容词 去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小孩自然而然的会学会那个形容词 可能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但他能找到其中的相关性 我们先来展开看一下 他是怎么做到的 Clip模型的数据集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上网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 如果说一张图片 因为网络问题 或者图片丢失的问题 下载不下来 大家就经常能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本来该出图片的地方 出来了一段描述 那其实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图片 和文本的相关性的信息 这个OpenAI就收集了这么四亿张图片和文本的匹配信息 对对吧 然后很粗暴的做了一件事情 就他像用Excel一样 他把这个图片放在行的位置 对应的文本数着放到列的位置 然后经过这个文本和图片各自的编码器 那编码器我们就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首先要把人类懂的图像和人类懂的文本 转成计算机懂的 或者说计算机觉得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再通俗一懂理解一下编码器 其实日常生活中 我们用的最常见最频繁的编码器 其实就是RGB编码器 大家买显示器的时候对吧 包括大家尝试给一个 这个PET里面上色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到三个数字来描述一个颜色 那其实真实的世界的颜色 可能有1700多万种 但你从来不用记说红色 到底是1700万种哪个数字 对吧 你可能会记着是25500就是红色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编码器 他把一个复杂的物理特征 用一个计算机能理解的数字 来描述 那同时编码器里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可能同一种物理现象 然后根据我们关注重点的不同 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描述 就比如说还有其他行业的人 会更关注黑色的程度 它会产生了CMYK的编码器 那一个优秀的编码器 到底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其实是找到 我们尽可能能描述的信息的重点 同时对信息进行降维 然后Clip模型用到的编码器 做到了这么这么两点 第一点其实就是找出了图片和文字中 人类会关心的部分 那其实就像这个 我们下面这张图片一样 这个圆图里面 当你把这个圆图摆给 所有人的时候 摆给100个人的时候 我想有99个人会说 我问他 我说这张图片是一张什么图片 这个人一定会回答说 这是一张狗狗的图片 这是一定是他的第一选择 对吧 那为什么人类不会回答说 这是一张草坪的图片 这是一张大树的图片 这是一个狗神的图片呢 因为这张图片在拍摄的时候 捕捉的重点 其实就是这条狗 所以人类会自然而然的 达成一个一致性的 重点的描述 重点的捕捉 也就是说我们会忽略掉背景 我们会尽可能多的 忽略掉无关的东西 我们会描述它是一张狗 那大家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看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用最短的文字去填补 当那张图片 无法被下载的 那其实就是人类关注重点的 这张图片里的描述 那他做到第二个事情 就是把一个超大的二维图片 降为成了一个计算机 可以理解的一维 对吧 其实你看这张 人类关注的重点里面 忽视掉了大量的背景 那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编码器 那Clip用到编码器 文本的编码器叫Transformer 然后视觉的编码器 叫Vision Transformer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Vision Transformer 实现的一个效果 这个当有一个网球 摆到这的时候 你输入到这个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会强调出来 这个网球 而暗化这个背景 同样看到这张狗的图片的时候 这张大黑狗的图片的时候 他会先捕捉这个狗头 对吧 然后再去捕捉狗的全身 这个就跟人观察 这张狗的顺序很像 你可能也会先看这个狗头 对吧 这个狗头可能 当你区分 它是熊还是狗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整个肢体 整个后背 对吧 整个舌头 会不断地找出它的重点 但你一定会忽视掉 这个绿色的草坪 对吧 然后这个编码器最终的时候 把它转化出来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10101 可能就代表这个网球 这个网球 010就代表这条狗 那有了这个编码器以后 假设我们苹果 就编码成了A 对吧 这个A可能代表着10101 对吧 红色的苹果这个文字 代表小A 我们把图像和文本 都做编码器以后 Clip模型 干了一个很粗暴的事情 他把这四一张图片 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是做两两的配对 就比如说 AA小 大A小A放一起 大B小A放一起 大C小A放一起 以此类推 对吧 形成了一个4E 乘4E的一个 二维的矩阵 那他最终 做的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的 一个训练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让 大A小A 大B小B 大C小C 返回正相关 也就是A 让其他的 也就红色部分 返回负相关 那你看 就是当我输入 红色的苹果的时候 正相关返回的 一定是匹配的图片 就是大A 同样 我们这样返回 对吧 那其实最终 实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 最终实现了 当你给任何一个文本的时候 Clip模型 就能给出你 跟这个文本 相似度最高的图片 当你给出一个图片的时候 他能给你 这个图片的一个描述 对吧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粗暴的什么 很粗暴的一个mapping 那这个是他官网的一个demo 当你给他一个图片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用来 他不是用识别特征的方法 发现这是一头 一架飞机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打错的 都是其他模型给出的一个回答 你看A photo of bird 为什么会给出bird 鸟类的描述呢 因为他可能看到了翅膀 对吧 看到了头 他是找特征的方式 他发现 这玩意儿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鸟 但其实你强行mapping 这个的时候 你其实能给出更精准的答案 这也是OpenAI 在之前发布Clip模型的时候的 Title 就是说我能给任何一个图片 一个caption caption就是它的描述 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 有了这个海量的mapping以后 其实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底座 对吧 我们在这个训练前的pre-training过程中 就实现了文本和图像之间的 关系的连接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步 就是怎么从一个视觉描述生成图像呢 我们现在在接下来来介绍一下 这个叫glide的扩散模型 也就是从视觉描述生成图像 扩散模型 glide的扩散模型 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散模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扩散模型 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词 扩散模型 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个通俗的理解 就是其实很像是在教小朋友学画画 然后教小朋友学画画 其实刚开始教小朋友学画画的时候 往往都是给小朋友先看一个简笔画 对吧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擦掉 擦掉以后呢 让小朋友在大人的引导下 试着从白板恢复这个简笔画 那我们把这个计算机理解放进来 那从计算机的视角里面 其实擦除的过程就是加噪声 那他计算机加的是一种正责分布的噪声 叫高斯噪声 也就是他首先拿到计算机 这个学画画的第一步 就是他首先拿到一个这个图像 然后不断的给他加噪声 不断加噪声 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噪声 那小朋友学画画的造成 学恢复这个的过程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通过过去擦除的 或者这个抹去的过程来 在记忆里产生 用概率的方式去恢复 就比如说他画的时候 可能会自己嘀咕对吧 我这个刚才看到的猫 应该是个圆身子两个耳朵 对吧 好像是个大手 不是细长的小手 然后直到不断的这个嘀咕 这个不断的边画边猜 对吧 然后就变成一个 尽可能恢复的一个照片 那从计算机的视角来说 还原的过程跟小孩一样 其实是一个概率除灶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采集了足够多 加噪声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把过去的加噪声的过程 再用一定的概率 试着把它再除掉 也就是变成了一个恢复的 就我们就让这个算法有了一个恢复的能力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 其实小孩在学画画的时候 经常会有大人在旁边指引 对吧 就说当他画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他在旁边嘀咕 就说这是一只狗呀 还是一条兔子呀 还是白色的猫咪呀 对吧 当他再画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再嘀咕 但这次嘀咕就会加上一个新的识别的过程 我们人类 我比如大人在旁边一看 这是一个粗大的手对吧 而不是一个细长的手 如果细长的手可能就成了老鼠了 那我们就派出掉老鼠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继续嘀咕 这是一只狗呀 还是白色的猫咪呀 巴拉巴拉 直到我们他每画一步 我们就嘀咕一次 到最终我们就会指引着他画出一条 一条白色的猫咪 也就是在算法里会有这个指引 学术上叫guidance 叫引导对吧 这个以确保这个恢复的过程朝着对的方向 那open AI带来的glide的扩散模型又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英文表述 叫guided language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文本作为指引 然后在图像的扩散恢复过程中加入文本指引 那其实本质上就是把家长的一个引导 变成用我们刚才训练的clip模型 clip模型就你每画一次 我们就能从我们刚才4亿乘4亿的那个矩阵里找到最相关的描述 对吧 其实就是家长对这个东西的一次识别 跟这个本质是很像的 然后那但如果说小朋友在每次画画都需要一个家长指引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那如果恢复了每一步都需要引导 对吧 都需要分类或者识别 那就像一个永远需要爸爸扶着的骑车的小朋友 对吧 这个小朋友其实本质上还是没有学会真正的绘画 也也没有学会真正的骑车 对吧 那我们的爸爸其实就是我们的guidance 就是我们分类识别的算法 比如刚才我们有说到的就是训练的clip模型 那到底如何真正的把这个知识啊 融入到生成中 也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实现能力的传授呢 其实这个事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学自行车 大家都有只要会骑自行车的小这个这个听众或者朋友都会有 有一个学自行车的经历 就是小时候首先需要爸爸在后面扶着 对吧 然后爸爸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guidance 然后爸爸训练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不论是有他扶还是没有他扶 我们骑自行车都要提出同样的直线 那其实学会自行车的过程往往都是通过一个中间态 就是偶尔扶着偶尔撒手 然后持续的训练直到我们走出直线 然后骑车这个能力就真正的成为你潜意识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说这个呢 那这次能力的传递就达成了 也就爸爸把自己学骑车的骑自行车能力就传递过来 那在训练里啊 这个glide扩散模型的训练就在这非常有意思 他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很很很创新的一个想法 当然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我们生活中学东西的一个 一个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首先会有一个持续引导的一个训练产生的 比如说产生这么一条曲线 那我们再训再额外再训练一次 让让他一会儿服一会儿不服 我们训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这个曲线 我们不断的微调对吧 不断的调整参数 让他训练的曲线 跟我们连续引导产生的曲线一样 那也就达成了爸爸训练的目标 就是有他服和没他服 我们都能走直线了 那其实到最后我们就学会骑车了 那在clip模型融入进来以后 也就是我们其实本质上就说 把文本的信息融入到了刚才的这个 从达马再到这个尝试用概率恢复 那恢复的每一步本来是需要一个爸爸 在旁边不断的提醒你 你恢复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一旦有这样的训练方法以后 那其实本质上就是 在你在他自我恢复的过程中 就会自己考虑到文本信息 也就是以后再彻底的不需要人 去扶着骑车的一个过程 那论文里其实也这么写的 为了实现一个无分类器指引 那也就是说不用爸爸扶的一个小朋友骑车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替换掉一些文本的描述 就是把图片里在在恢复的过程中 图片的caption替换成一个空字符 那这个空字符就是就跟大人 爸爸教我学骑车里面 我们会不定期的把手撒除 撒掉一样对吧 使而扶使而撒手 然后我们想要得到的曲线 就跟我们持续扶的曲线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训练的目标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字符 其实就是使而撒手 这个caption就是图片的描述 就是使而扶使而撒手对吧 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过程 但我们要达到一致的训练目标 最终我们在算法就会在生成的过程中 自动的把文本的信息考虑 产生了一种真的学会了的这种效果 然后扩散模型其实整个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展路径 就是这样 这个Glide的扩散模型 包括现在很多无分类器 融入知识 融入文本信息的这种扩散模型 也就是图片生成模型 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最早的扩散模型 其实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实现看过照片 然后又能做到恢复 那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临摹 而不是生成 对吧 有了临摹的能力了以后 那我们为了提升它临摹的效果 同时我们想要加入一些指引 让它产生一些非临摹以外的效果 对吧 我们加入了一些老师的指导 也就是一个分类器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目标检测的一个算法 然后恢复的每一步都开始有人指引 但这样还不行 因为这看起来就相当于我们要做两套算法的优化 对吧 我们既要生成的优化 又要指引的优化 很多图文之间的相关性 那生成的每一步就开始考虑文文语 那glide模型出来以后大家发现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在指引的过程中 大家玩mid journey的时候 有时候会说 你能不能跟我生成一个这个毕加索风格的图片 对吧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引导目标 引导目标的函数的调整 对吧 就能产生不同的生成效果 就像这个 这个戴黑帽子的这个父亲 如果给他说这自行车前轮是个装饰品 不能离地啊 不能碰地 那他一定会学会这样汽车 对吧 跟这个原理是类似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有了clip模型 就是让算法知道图图片和文本之间的关系 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训练了glide的扩散模型 就是在有文本和图像关系之上 去从一个视觉描述去生成一片一张图片 那接下来我们在训练最后一个模型 就是把这个人类语言转成视觉描述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 叫prior模型 prior模型做的一件核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建立文本和图像之间的描述转换器 最早的时候clip模型做的是什么 是一个相关性 对吧 这个我们知道A 我们知道这个文本和这个相关 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转换 那不知道转换 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新的描述 束手无策 对吧 我们可能就比如说我说一个 头顶苹果的梅洋犬 那如果我们图片库里没有这张图片的话 我们找出来的文本是有问题 我们找出来 找出来的图片是有问题 那prior模型就是 其实本质做的事情就是 你教会了小孩学画帽子 又教会了小孩学画了兔子 对吧 然后又给他看了一万张戴着帽子的男人女人 那你最终希望他能画一个戴着帽子的兔子 其实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从一个可能前所未有 从来没出现过的图片 要让他生成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图片 那这个模型其实是训练比较简单的 或者没有前面那些模型复杂 它背后是一些数学的推导就能做到 那这个能做到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clip模型做到的事情 是理解了图文之间的关系 那从技术角度说 为什么prior模型是能做到图文之间的互操作呢 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 我们用的算法是能够把图片和文字 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原论文里面也讲述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把这个图片和文字 都打到了同一个影空间 latent space 其实我们不去看什么是影空间 这个东西太学术了 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同样类似的算法 描述了图片 同时用类似的算法描述了文字 那他们本质上其实是可以互操作的 其实核心原理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language guided image去操作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用文本指引的方式去操作图像 那prior模型的价值就是看起来这个算法 有了一些想象力 对吧 想象力的核心就是我们其实把图文 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面 操作文本和操作图片变得非常的像 我们可以用文本去指引图像的操作 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有了这些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论文的图 这个是在互联网上传播最多的图 但很多人根本这个看起来看个热闹 我们来稍微把刚才知道的东西融入进来 看一下这个论文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ax encoder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transformer 对吧 我们一个科技正在吹出带火的喇叭 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把文字 转出来的一维的线量 也就是10101对吧 然后这边就是图片用一个image encoder 也就是刚才我们找重点的这个能力的 叫vision transformer的东西 把它转成这么一个项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方是个双向箭头 也就是我们建立了图片 图片和文本之间 在计算机的脑海里建立了图片 文本之间的相关性描述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我其实把它们打到了同一个空间里面 对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操作图片就跟操作文本一样容易 然后虚线以上是我们这个预训练的过程 对吧 pre training 的这个clip模型的过程 然后生成的过程就是我们同样在给一个文本 我们现在目标是生成一个保满足所有文本语义的新图片 对吧 这个新图片的生成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同样的文本给出了同样的计算机理解的文本的语义描述对吧 就是 transformer 的就是解码气候的东西 然后我们经过一个看着有很有想象力的模型 叫 prior 模型 然后在 prior 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产生了计算机理解的新的理解 对图片新的理解对吧 然后再用 glide 的扩散模型 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就是说既然有了一些计算机的描述 我们要从描述里才生成人类能看懂的图片 然后也就是刚才提到什么加码 对吧 加造 加造 摘造的过程 然后在每一步都融入了clip 的这个信息在里头 然后产生了一张新的图片 包含语义的新图片 这就是官方论文的图 那这个事让我们非常激动 就是我们以前的很多算法 本质上是在做分类问题 这个我们看过的能做得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算法都是在做分类对吧 那今天我们居然可以做到很好效果的生成 那这个梦这个为什么发生在今天呢 其实我们要往前窄一窄 就是说梦开始的地方 其实在2017年 Google的几位科学家发布了 这个一篇论文叫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然后放在今天来说 我们就叫注意力机制 那这篇论文干了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在模拟人类的注意力机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当你把这张图片 你在看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可能先留意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颜色艳丽的小朋友 对吧 然后再留意到这个大人 那这个算法就能够做到 像人一样去观察一张图片 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算法是能捕捉到重点的 它能像人一样忽视掉背景 那这个就是这个算法厉害之处 听起来平平无奇啊 但在过去很多年的探索里面 我们这个这个算法达到了非常非常惊论的效果 在2017年6月 这个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发布以后呢 我们带来了transformer模型 带来了语言模型BERT 然后这个模型 这些这几个模型一旦发 已经发布 就快速的图绑了 所有NLP领域里面 各个领域的比赛 然后和第二名拉出了巨大的差距 也就是我们很早前知道的 RNN体系的卷积神经网络这些 然后2020年5月以后 就开始有学者尝试发布了一些新的论文 他把文本的input换成了图像 然后也就刚才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vision transformer VIT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把让算法能够找到图像中的重点 那红色部分都是图像方向上 也就CV领域里 transformer的一些非常好的效果的算法 然后黑色文本部分都是 这个NLP领域里面 transformer的一些应用 当然最近大家也能看到 transformer也被用在audio 用在各个领域 包括生物的蛋白质生成 那我们再把这个图摆回来 这是这个transformer模型的重要性 其实它是这三个模型的基座了 对刚才我们说clip模型是prior和glide模型的基座 对吧 那transformer其实就是学会找出图片和文字的重点 其实成了clip模型中的基座 更低层的东西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说 为什么之前是找有限集合的 我们之前的算法是有限集合找特征 而现在可以做到mapping 就为什么这个mapping这个事情 大家过去肯定考虑过对吧 但肯定没有办法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 先整理一下说 过去的算法 其实更像是一个笨小孩 对吧 就没有能力自己找到你图片中的重点 所以你才需要人工的分类 描边标注对吧 如果然后有了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个注意力机制呢 那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是个聪明小孩 当你当他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图片中的重点在哪 文字的重点在哪 那你需要带他做的事情 就是体验世界对吧 给他指这个指内 其实在算法里面 其实就是带他往上冲浪 我找上撕一张这个图像和文字 相关性的描述 然后把他们俩强行mapping 那经过这个注意力机制 他能自动识别出来重点 因为这个很像是说 你给可能半岁或者一岁的小宝宝说 讲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往往要把这个东西拿到他眼前去讲 但给五岁的小朋友讲的时候 你只要远远的指一下 他就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就指一个飞机 对吧 半岁的小孩可能在 视野中有很多东西 他甚至不知道你说的重点是什么 那有了attention is your need 就像一个五岁的小朋友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算法 非常伟大的一篇论文 也是给最近的AIGC带来基础的一篇论文 那我们回顾 然后另外这个很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图像生成之路 对吧 这个所谓的扩散模型 那这个图像生成之路要推速到2005年 从最早的时候求解特定概率密度函数 那这个事情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同政态分布的 就比如说一个班级里面同学的考试成绩 对吧 但政态分布就是这么一个像中一样的曲线 那这个中型曲线有高矮胖瘦 那我们如何快速的用少量的数据 能够确定这个中型曲线的样子 就是这个paper做的事情 再到后来有了这个去造自编码器 我们手机里很多图像去造的算法 就是这么来实现 从高丝噪声再到去掉高丝噪声的一个过程 再到2011年的时候 有一篇paper就把这俩结合起来 叫denoising score matching 他就尝试说 我这个特定概率密度函数和曲线这件事情 能不能放在一起去用 然后2015年的时候就有了扩散模型 对吧 2011年发布完之后 那他就尝试说 既然我们能去造 我们又能求解噪声的这个分布 那我们能不能说 我先把一个图片 图片这个加高丝噪声 再尝试把它恢复回来 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临摹的一个能力 那有了这个以后还不够 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在斯坦福读书的宋阳博士 又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 引入了这个朗之万动力学 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布朗运动 然后达到了更好的预测 这个造成分布的效果 Google在2020年的时候 把这俩结合起来 发布了DDPM的算法 大幅的提高了生成的质量 那现在我们有很强的能力 去临摹一张照片 那我们在临摹的过程中 能不能把文本的信息加进来 这个2021年2022年做的主要的工作 其实就是像OpenAI Google 就把整个文本的信息 融入到了这个图像生成中 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 我们先训练了Clip 再把Clip模型放到扩散这个过程中 变成了一个在自我恢复图片的过程中 能不断的考虑图像中的内容 图像中的语义的一个算法 那其实2022年就成了一个交汇之年 就有了Transformer 我们对海量的图文有了理解 有了Clip模型 有了Diffusion Model 我们对图像生成有了理解 我们把Clip模型 融入到了Glide模型里面 最终产生了优质的AIGC的图片 背后也很大程度上 有OpenAI和Google的一些超能力在 然后我们其实回溯一下 过去在生成图片这件事情上 最有影响力的是2014年 GAN Network 也就是大家在互联网上 经常玩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APP 当你比如说预测你80岁后 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把你拍的照片变成墨奈峰 对吧 这些都是GAN Network的功能 然后当然这个算法有很多问题 就是它训练的难度很高 会出很多问题 然后同时它有限范围的生成 大家在过去生成的时候 都是有限范围内的描述 就比如说我老了长什么样子 那你可以训练一个模型 但它很难对你说的文本产生理解 对文本的理解基本没有 所以你很难产生一些发散性 同用性的一些AIGC图片的场景 那我们接下来再探讨一下 AIGC文字这部分 就是最近很火的HIGC 我们在玩它的同时也要意识到 其实它为整个AI领域带来了 新的一些训练和生成的思路 这个是比我觉得比AIGC图片 更有意思的一些新思路 大家在玩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它非常强大 对吧 它能用鲁迅的风格给你写文章 能用柏拉图的风格教育年轻人 然后能给你写一个情感真诚的检讨书 而且写的真的有模有样 然后我们在真格内部的时候 我当天玩完以后 我就非常震惊 因为我当时体验的时候 我让它给我生成一个 面试新投资人的一个问题列表 它生成的列表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精准 而且很专业化 你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AI 有了真的可以被称上一个人工智能 然后也可以持续的跟它上下文的交互 这个比如写朋友圈 然后让它加一些夸张的成分 然后它也可以把RAP和天津快板结合出来 结合起来 搞得有模有样 对吧 然后也可以帮你改一些程序的bug 而且改的非常非常精准 然后它大家很多人听过2020年的GPE3 对吧 这个玩着玩着就没有声音的GPE3 它和GPE3对比来说 提升了很多新的东西 那最大的 那我首先非常强烈建议 大家都体验一下 因为只有体验完以后 你才会有更强的这个体感 更强的直觉 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效果怎么样 那XGPT提升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觉得梳理下来就这几点 也是官方给出的一些描述啊 首先它敢于质疑不正确的前提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胡乱回答 同时呢 它 同时呢 它这个主动承认和 主动承认错误和无法回答的问题 最明显的提升 大家在玩的时候 和过去相比来说 最明显的感官上的提升 是连续多轮对话能力对吧 那本质上来说 其实它的提升是提升了 对人类意图理解的一致性 也就是你说的东西和他理解的东西是一致的 这才造成了更强的这种连续对话能力的提升 那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官方的描述里面就是加入了 基于人类的反馈系统 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对啊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RLHF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这个系统我来给大家 这个争取 这个 通俗易懂的讲一下 它怎么做的 就是 它首先会从问题库里抽一个问题出来 抽很多问题出来 然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就是人类参与的部分 这个在圆脑袋的这个图标 然后他官方会把它叫成labeler 对吧 叫标记者 然后标记者这个 会主动的手写一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也就是首先参与了人类的回答 然后把人类的回答放入了他们GBT3.5的训练中 对吧 然后接下来他们额外训练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叫奖励模型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同样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对吧 这个什么是香蕉 人类的回答其实是A 这个我们过去的回答其实是A 对吧 香蕉是一种像水果 从香蕉树 巴拉巴拉 然后同时也给出机器的回答 就BCD 机器可能对一个问题会有多种表述 因为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数 怎么给 给出多种表述以后 再让人类去给它排序 然后人类发现 可能机器给的D最好 然后比C要好 比A要好 比B要好 那用这个训练 这个过程训练一个奖励模型 那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过程中 融入了人类的信息 融入了人类期望的回答 我们又在这个产出的过程中 有了人类的偏好 那我们来看看最终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事 就比如说当有一个小朋友说 写一个水塔的故事的时候 他首先输入到模型里面 用一个参数输入到模型里面 生成了一段文字 叫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在输入到这个奖励模型的时候 发现这个奖励模型 这个得出的结果 并不尽如人意 对吧 并没有满足人类的要求 那再生成一个参数 再去优化它 然后经过不断的 长期的多轮次的优化以后 直到满足说 我觉得这个奖励模型觉得 就相当于一个把关的人 这个把关的人就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优化 可以达到人类想要的东西了 你就可以把它真正输出给人类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玩 去LGBT的时候 觉得它好懂你的吧 因为在训练大模型的时候 用到了人类的内容 在真正输出的时候 有了一个人类模型的把关 所以不论生成还是输出 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整个AI 一起来捋一捋 就放到更高尾的一个空间里面 捋一捋 ChatGBT其实是InstructGBT的一个分支 InstructGBT是2020年初发布 那没有发布做到 但有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没有体验上 那这个在它之前 有GBT一二三三个版本 然后对应的参数是1.17亿 15亿 然后以及1750亿 也就是这个OpenAI花了非常多的钱 尝试把海量的文本融入进来 那它为什么敢这么做呢 因为它觉得Transformer抓重点 能力足够强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ILP领域 有非常多模型 其实它们的鼻祖真正 我们今天用的很多都是2017年Transformer模型的发现 Attention is an une的注意力机制 那有了注意力机制以后 也有在视觉领域上的持续的探索 对吧 把注意力的input换成图像 大家摸索出来新的东西 然后再往前推一推 捋一捋 有了卷积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 这也是大家很早之前听过 那一块需要标注啊 需要各种这个事情的时候 从1990年开始 再到2060年突破 再到2015年的繁荣 那再往前推一推 到1980年的积极学习时代 什么支持向量机 然后各种分类 对吧 回归 然后再往前推到1950年 IBM用这种基于规则的方法 去做轻量级的AI 那整个发展趋势其实也很简单 从最早的基于规则 手写规则简单粗暴 然后处理少量的数据 再到后来基于学习 基于学习比较擅长做一些 找到一些新的函数和参数 去分类固定量的数据 然后分类黄豆和绿豆 对吧 然后再到后来的神经网络 从人脑一样学习 然后提前 但那会儿的神经网络 需要提前标注一些 一些一些数据 然后根据大量的数据分类 学习一些复杂的参数结合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找提到的找差异 然后再到Transformer出现以后 我们优化了人类人脑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们开始尝试关注这个重点而非全部 有了Transformer以后 发现整个世界 这个整个过往的算法 变聪明了很多 有了Transformer以后 OpenAI试着给他投放大量的学习数据 因为我觉得OpenAI在建立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强的DNA 也就是一个小朋友很聪明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让他勤奋刻苦的学习 然后XLGBT又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说 他学会了对人类结果反馈变成他学习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让他更知道人类怎么去想 怎么去理解 稍等我把门开一下有点热 然后从总结上来看 其实我们在过去所有的探索里面 更多的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 一个是算法 一个是数据量 算法其实就是DNA 对吧 这个小朋友DNA 然后一个数据量 也就是他到底有多努力 那我们追求的肯定是既要聪明 又要努力 我们在这两方面不断的这个尝试 不断的探索突破 然后XLGBT带来的变化就是 你不但要努力 你努力的每一步 你努力的方向要观察人类的反馈 你要朝着人类期望的这种方向进发 那未来基于人类反馈的训练系统 能不能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比如情感 比如游戏 比如教育 更遥远的未来 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 我们的算法到底能不能突破人脑的限制 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脑洞 那在应用场景上 我们也构想了在政革内部 构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应用场景 就比如说在游戏领域的NPC 包括游戏整个架构 对吧 未来会不会每个NPC 面对每个玩家说的话都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真实的跟游戏的NPC对话 它会积累大量的数据 它会引导你产生全新的这种游戏体验 那在教育领域就比如说 AI是有能力看完 人类教练都无法看完的棋局总数 对吧 他可能看过去100万棋棋谱 那他从最开始跟我交流 直到我的状态 再到他从扮演一个跟我一样的初学者 这个引导我一步一步的学下棋 他用他 但他背后其实看完了100万张棋谱 他用他的大机关来教我下棋 那在未来 这个真正的学习的流程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当以前都是学生会打老师批复 对吧 那这个事能不能反映一下 让AI去答题 这个答的题里面的答案会有很多陷阱 让学生去验证 那AI的大局观可能已经接触到这个题里面 所有学生可能会犯错的部分 那他在设限领的过程中让学生验证是否是一种更高效的学习方法 那在更抽象的未来对吧 我们比如说我们真正去做一张PPT里面大量的文本的时候 先让AI去给我生产一份 我去做verify 我去做验证 那其实跟教育里面的很多场景会很像 然后在工具领域 那未来降低创作门槛的需求会不会又带上 这个降低创作门槛的这种能力 会不会又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对吧 我们今天学做UI 学生成海报 已经有很多templates优秀的社区 那未来AI能不能去接手我们这个海报设计的初稿 我们再去做一些优化 同时AI未来会不会接手更多工具的操作和生成 就比如说Excel文件管理 我们在用Excel的时候 我们真的还需要操作UI吗 如果说这个AI能够知道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那他能不能接手这个事情 当我说生成一个图表的时候 他在背后做了文件管理 做了Excel的生成 那当我们用的时候 我只要跟他说 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这个世界杯的Excel给我读一下 那他自己去找 我们从来不需要再关注什么Office套件怎么用 对吧 那未来的人工驻守领域 其实我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接管我们更多的日常 那背后的隐喻是什么 他会不会收集 他可能会收集我们更多的信息 同时他是 他也有可能会把现有的我们的商业路径变得更短 Google带来的一个意义就是 当我们以前要在海量的互联网里找信息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用好一二三 对吧 先自我猜测一下 可能会在哪找到这些信息 Google来了以后 我们只需要搜索 他能帮我们带到我们最想去的地方 那未来AI助手能不能只给我们一个答案 而不是五页答案 十页答案 一百万页答案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从投资角度来看呢 我们觉得传奇的团队啊 这个是有创造底层DNA的能力的 然后黄金的团队是应用层完美结合的能力 就是我们知道AI能做什么 我们能不能把它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结合起来 去获取更多的数据 去提高我们日常生活中各个维度的这个效率 然后白银团队是有能力去打造AI领域基础设施的团队 那未来的趋势 我觉得有以下两个 就AI真正一样开始充分利用数据了 那过去大家讲的很多AI的数据 其实都是要人是最大的壁垒 对吧 标注是最大的壁垒 优秀优质的这个数据是最大的壁垒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只要带它这个网上冲浪 那它自动会找到很多的 有意义的东西 把它们串联起来 同时AI有趋势成为新的应用层基础设施 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新闻说 Notion要加AI对吧 Notion AI已经在体验了 然后Office也要融入 XGBT 对我觉得未来AI可能会是新应用层的底层能力之一 然后从投资上来说就是学术的突破其实是漫长的 这个也是我之前前面PVT里不断的强调总结 对吧 写出来的一个意义所在 在投资上一定要有耐心 然后同时一切都是连续的 判断力来源于持续的跟踪和积累 因为在AI领域创业 其实路径 当然技术领域可能都有类似的特点 就是路径在第一天选错了以后后面的代价会很大 对吧 在2020年的时候 很多基于GAN的团队都在 都在创业 但今天看起来 这个GAN并不是一个被finalize的路线 然后这一页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加框的都是正在创业的 就是这篇论文里创业的创业者 对我觉得在应用层面也会有很多AI创业的机会 比如更好的这种客服机器人 机器翻译和创业生产 更垂直专业的AI 然后AI的基础设施 然后需要考虑的就是 大模型一旦开始流行 创业成本其实大幅上升 团队的融资能力也要有很大的挑战 然后训练成本持续上升以后 对团队的商业能力挑战也很大 同时目前的大模型的商业模式也需要持续的探索 同时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AI的垄断 然后这儿分享几篇 我觉得几个很重要的信息源 就是朱玉宗最新的论文 用这个paper with code 然后追踪最新的工程模型 也就是论文之上的东西 叫hugging face 非常建议在上面去看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让他用这些东西去做产品 同时追踪最新的AI项目 给自己灵感 对吧 这个链接背后的网站会不断的收集一些新的AI的创业公司 然后最后简单介绍一下OpenAI的发展史 这个OpenAI发展史 这个最早是用Elon Musk 3M Ultimate 花了很多钱 做一个NGO 然后不断的在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强化学习上探索 然后上面两页这个PPT 我一字没动 都是XLGBT帮我总结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Elon Musk也说这个XLGBT 就效果非常好 我们离危险的强AI 越来越近 好 这是我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用到一些资料 对 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能记住这个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Transformer 对吧 能记着这个Glide Clip模型 Prior模型 然后能能记住过去整个发展的历史 直到所有 也能这个对AI这块基础设施上更加的关注 也希望能对所有做产品以及做这个研究的同学有帮助 感谢大家 对 我是来自这个基金的林慧文 然后这个是我的个人网站 然后我们